佛说 人间佛教 还有呢 求一家大小都平安啊 然后生活富足啊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钱财多多啊 可是每次我们都会在想 到底啊 那个财富啊 怎么样才叫多 怎么样才叫少呢 对 所以我们常常也看到很多家庭关系啊 或者是朋友啊 就是夫妻关系呢 都会为经济而吵架 为钱财而吵架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星云大师啊提醒我们的 关于财富这件事情 可以用一个怎么样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呢 这篇星云文章啊 它的主题是财富在哪里 我就抽取了其中的这一段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 就是讲关于财富在哪里的 星云大师说啊 所谓财富除了是物质上的财富 当然还有精神的财富 除了世间的财富 还有出世间的财富 除了私有的财富 还有共有的财富 而除了现实的财富 还要有未来的财富 所谓啊 共有的财富 并不是指个人投资股份 举凡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 阳光空气等 都是我们共有的财富 财富有很多种 究竟我们要求哪一种财富呢 而财富又在哪里呢 你以为在银行里吗 但银行可能有一天会倒闭哦 更何况啊 在银行里的财富 有的人存款少 有的人存款多 都不是无限的财富啊 又或者你的财富是在保险箱里吗 而保险箱又能有多大 能装下多少的财富呢 所以啊 求财富应该要先知道财富在哪里 第一 财富在智慧里 财富就是智慧 你的头脑里有智慧吗 六祖慧能大师说啊 智慧由心而生 我头脑里的都是思想办法 善的观念 自然就能有财富 第二呢 财富在双手里 财富也不止在我们的头脑里 财富啊 有时也在我们的手中 所谓双手万能 只要我勤劳 能抓住机会 就会有财富 第三 财富在口里 财富就在我们的口里 你能多说好话 多赞美别人 多给人一些好因好缘 有口德啊 就能为你制造财富 而第四呢 财富在心里 财富在哪里 财富就在我们的心里 不要把财富看成只有金钱 那是狭隘的财富 纵观很多有钱的人 生活过得并不一定欢喜 反而烦恼重重 相反的 有的人虽然没什么钱财 每天却生活得很自在 很欢喜 所以呢 心里的欢喜比金钱更重要 欢喜是财富 健康也是财富 一个人纵使拥有再多的钱财 但却老是身体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畅 不健康不快乐 又有什么意思呢 健康是财富 平安更是财富 有的家庭老是出一些问题 不能平安 不能和谐 假如呢 我们的家庭 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尊重 彼此赞美 合乎于世纪生春的精神 这也就是最大的财富了 除了自己内心所生的财富 信仰里也要有好多财富 比如能有惭愧心 忏悔心 大怨心 惭愧 忏悔 发怨也会增长我们的财富 所以啊 有的财富是很容易看得出来 有的财富 确实很不容易看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 无形的财富 就如刚才所说的呀 财富在你的头脑里 财富在你的心里 而你却没有感觉 我看了这篇文章呢 就是我本身 非常的有共鸣 因为我认同 信仰大师所说的 基本上呢 财富真的不要仅限于 我们看到的那个数额 跟金钱而已 而这个真正的财富 是源自于我们的心里 跟生活里 所以呢 财富对我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 那个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还是需要靠 这些金钱啊 来支持的嘛 不可能坐在那边 然后空等财富降临 所以变成呢 我会用一个 很正面的心态 去凭着自己的实力 靠自己的努力 去工作也好 去为别人服务也好 我觉得 这个财富 我赚得心安理得 而且呢 别人给我的 好像就是这个工作 是大概多少钱的时候 我就尽我所能 把我的专业 把我的实力 精力的 把这份任务 完成的 比他预期的 更加更加的完善 所以变成说呢 当我们就是 有尽了这份能力的时候 或者是尽了这份努力的话 工作也完成的 很圆满的话呢 对我来讲 我也觉得 哇 这个钱财 我赚得开心之余 我在心灵上呢 我也觉得非常的愉快 因为我为别人服务的同时 我解决了他的困难 表面上好像是我帮助了对方 但实际上呢 是我的自我成长 更加的丰富了 因为可能说 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东西 我是不会的 我也要去学习啊 但是学习得来的 这些额外的技能 或者是知识 它其实也是增加 我的那个专业度 跟增加我的实力 不是吗 所以你没有看到吗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哇 那个财富是会 呃 我说流转的 就是会 哎 表面上是他给我钱财 聘用我 但是原来我在提供我的服务 我的专业的时候呢 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呃 提升了自我的价值跟能力 所以这个就是 我对于财富的一个赚取 然后要用很正面的心态 去赚取的一个理解 当然 在银行里面的存款 还是有时候会困扰我 我也是人来的嘛 可是呢 我就尽量在想 嗯 这个钱财 就是暂时先借我用 以后呢 就是当我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 哎 这一个呃 就是钱财 我也是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当然就是边做边呃 回馈 边做边回馈 所以变成说呢 固定的时间都会去做布施 或者是种福田 因为我觉得说 种下这些福田呢 不管那个钱财数额大小哦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哎 我愿意把这个财富呃 放出来 然后跟有需要的人呃 呃 分享 同时呢 当然种下的那个好阴好圆 可能就是供一个斋 呃 呃 可能认识的不认识的 或者是我们在某一次认识的朋友都好 陌生人都好 我们就结下了这个佛约 所以呢 我一直觉得 当我们用一个很正面的心态 去看待自己手上拥有的财富的时候 其实啊 真的呃 呃 就如文章里面所说的 财富到底在哪里 其实财富就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它让我们的整个心情活化起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财富也会源源不断的出现 OK 所以那么就不要一直把自己框架在一个就是树木字里了 好不好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将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 也欢迎你呢 分享我们佛悠Podcast给身边更多的人认识 当然它就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了 祝愿我们都发起充满 福会增长 佛说 人间佛教